用买包的钱给老婆改造一个温馨的小花园 事情要从我结婚说起 因为疫情的关系 结婚之后也没有办法带老婆出去度蜜月 所以就想送个礼物补偿下她 就在我绞尽脑汁想着送什么的时候 忽然后院的一番景象给了我灵感 不如就送她一个新的花园 可以看到我家后院已经几乎是荒废的状态了 虽然只住了几年 但是桌椅都积了灰尘 杂草也是肆意生长 虽然有灵芯的一些花还顽强地开着 但实在是杂乱无章 灵也坏得差不多了 让人完全不想踏足 只有流浪猫会每天来吃饭 等吃饭啦 快吃吧 快吃喂饭 我老婆呢 平常是喜欢种花的 如果我能把这个院子改造成一个 干干净净的温馨庭院 她一定会很高兴吧 这不比买一个包的幸福感更强吗 说干就干 我们对新的庭院进行了规划 经过了和我老婆友好的讨论之后 方案终于出炉了 为了更有层次感一些 我把整个30平米的庭院封为了三个区域 最中间的部分是一个休闲区 因为正对着入口 我打算在靠院墙的位置 做一个垂直绿化的背景墙 这样一进院子就能被抓住眼球 背景墙的边上就放些桌椅 喝喝茶聊聊天实在好不过了 为了让院子更有杜明月的感觉 我打算用东南亚风味的地砖 既干净又有味道 入口的两边 一侧放一个鞋架 另一侧就放一个救水缸 做个水循环系统 种种荷花 养养鱼什么的 庭院的西侧就是花园的区域了 为了制造出私密感 我准备做一个很有仪式感的门洞 做一条小道通进去 路上铺几块原石 小道上方则是做一个架子 可以种些爬藤植物 让它们爬满整个架子 最里面就是种花的平台了 之所以这么设计呢 也是因为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平台 还有把遮阳伞拆掉确实可惜 所以我就把它保留 外围做一圈花坛 这样四周都能操作到 平台也可以设置座位用来休息 东西的部分就是流浪猫的天地了 我们平时都会在院子里放点猫粮 来照顾附近的流浪猫 所以新的院子也得给它们留点空间 正好这个位置在空调外基边上 也种不了什么植物 所以也算是合理规划了 值得一提的是 花园里原来那些厅布也不用扔了 刚好可以铺在这里 方案做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开始动手了 我会把整个改造的过程 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希望最终的效果 我老婆会喜欢 我是方子亮 拜拜